歡迎大家來到《上流攻略》的第二輯 今天亦都有我Ringo 做客席主持 另外有Thomas 各位好 另外還有Lick 各位好 Lick今天是我們的嘉賓 稍後他會分享關於今天的題目 堅持不放棄 逆來順受的一些他的經歷 從而Thomas再給予一些意見 其實先講今天的題目 我想都很熱 可能現在經濟環境未必好像以前那麼好 我們經常看到不同的例子書 都會看到例子書教別人堅持不放棄 最終都會成功 但又會有人說不要盲目堅持 到頭來可能只會苦了自己 今天我們會就這題目去問兩位嘉賓 去發表一些他們的看法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Thomas 他一些個人的經歷 看法 或者Thomas你會否有些故事可以分享給大家 譬如說之前遇到一些困難 而你是堅持了而得到最好是一個挺好的結果 我想這樣講 講概念性沒有意思 我講一個很實際的例子或情況 其實最近我跟很多獨者見面 很多人都跟我說 我講他一句話說我講這份工好像又覺得一般 就是又遲無去路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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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了 究竟堅持還是怎樣 我又想找一些我自己喜歡做的事 這個很實際的例子 你問我,我的答案很簡單 第一,我經常說笑 挖頭掃把拼你都不要持工 這是第一,是不是很負面 明明不喜歡不行,又要堅持 不是,如果你真的覺得可以找到別的 你想挖頭掃把拼你都不要持工 這段時間,你就可以先去找 所謂堅持,我想說 我是叫你不要持,因為不開心 不喜歡,持了工,然後去找 為什麼呢?你現在社交經濟環境 情況很多時候,你持了工 你當中,頭兩個星期,一個月,兩個月很開心 可能你去旅行也很開心 我見很多讀者都是這樣,或者來見工的人 去遊學半年,開心心 回來之後,你怎樣 你說開心完 但是你想想,開心完 如果你回來 兩個星期,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你找不到工作,你會怎樣 其實我想讓大家說,不只是錢的問題 大家以為,你有這樣的賺錢 其實不是 我就算當你生活OK 或者你家裡都可以負擔到 或者你有個豬仔錢 做得到 你想想,當你三個月沒有工作 那個人,我叫做沒有focus 沒有方向的時候 你是不是真的這麼高度行 可以令自己每天都這麼正面 每天早起床 每天真的逼自己做事呢? 我很多時候見到,自信心越跌越低 你想想,跟你朋友見面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上班 Wingo如果 我一個月找你吃一次飯 聊聊天,或者甚至兩個禮拜 沒甚麼所謂 Thomas 多有趣 很想來聊聊天 如果我一天找你吃三次 早午,晚上三餐都找你吃飯 你看到我來戰犬事,你都會害怕 這個就是所謂是否堅持 你要想清楚 所以我經常說 那個你要堅持 但是堅持得來 是不是說所謂不放棄 到差不多要止蝕呢? 那個止蝕位在哪裏呢? 就是我找到另一份好些 我覺得喜歡一些 我便轉去止蝕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不要經常說隨心 我不喜歡 做一下 只要那件事不是有損 或者我倒轉來看 我放棄的時候 我會不會有更加好的東西 令我去 時間 各方面的心思 可以放進去 如果不是的 那就不要放棄 反過來說 你說要有個背後 類似背後 你才會再 不繼續堅持去現在的事情 但是 會不會有一個 譬如說你遇到一些事的時候 遇到可能是職業上 有時你不知道 你可能要找多久 在那段時間 你怎樣去鼓勵自己 繼續走下去呢? 沒有的 首先我想和大家說一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同從這件事 工作本身 很多人 因為大部分我聊天的讀者 都是講職業工作 工作 我經常覺得 如果你看回《創世記》講 其實真的有個就座成分 怎麼可以當夏娃犯罪 上帝跟他說 看流滿面才得戶口 你為什麼經常想到 這麼美好 說我每天會做一件事 會很享受 你倒轉想想想 如果你真的做一些基層工作 你倒垃圾好 甚至你煮食在大熱 四十幾度的廚房好 做一些體力工作 你苦心戰 是不是真的有人這麼享受呢? 當你想通這件事的時候 你自己做的工作 是不是這麼慘這麼辛苦呢? 如果相對上不是的話 你想想其實這件事 背後帶你工作 除了訓練你的意志各方面 就是你工作完之後 你就帶給你的成果 如果傳統的 會很古舊做農民 就是因為你很努力中田 你開心是什麼? 開心就是因為有飯吃 你在現代的經濟體系的方法 就是開心 因為你打保的時候有良出 有良出 你就可以用你的資源 去吃你喜歡吃的東西 做你喜歡做的東西去旅行 你這樣看這件事 是不是會更加全面 和更加貼近自由市場經濟社會 就比較經常想 哇很高層節 我每天都要開心 我工作不開心 所以我不做 或者悶我又不做 然後有空的 你就嫌悶 辛苦的就覺得辛苦 那經常都是要搜尋 我夢想的 那行不行呢? 我經常都覺得 走這條路的時候 只是找到他非常非常喜歡做的東西 他又剛好做得到 又真是在事業上有成就 這些人真是世界上 我叫做非常之少的exceptions 例如我們最偉大的Steve Jobs 或者你想想會不會 現在打NBA的林舒浩 或者彈鋼琴的囊囊 但這些是非常少的例子 大部分人 都是每天做一些事情 自己未必最享受 但我覺得大家就要調教心態 如果你真是上帝給你一個機會 你做那個特別當中的特別一個 那你當然很開心 你做了壁鹹馬 做了大小哨 我喜歡踢球 又可以踢球賺到那麼多錢 但那是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例子 如果不是 你喜歡踢球的 你為甚麼不好好地做好現在的工作 令到你生活安穩 然後有公餘的時間 你就拼命去參加小青隊 那些事情 那你的生活就更來得開心 如果我聽下去 那就是用一個很現實生活的角度 可能是我們八十後 或者九十後的年輕人 遇到可能職場上的困難的時候 搞定了自己的衣食住行 然後再去想 剛剛你說的自己的理想 即是夢想 其實不是衣食住行 如果大家想想 人的基本的需要是甚麼 大家有沒有讀過Maslow的Hierarchy of Needs 你不用想那麼高深 人的基本需要 當然是基本上是衣食住行 你當然是希望風衣足食 然後你才希望再進一步 我希望尋求心靈上的東西 或者一些更加自我實現的東西 或者一些更加自我實現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你做的時候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 我也是這樣說 有小部分人可能可以倒轉來做 但是對於大部分人來說 我都覺得你剛才說 先想你的方法 令到你的生活 基本需要是滿足了或是封足了 你的心就會定 在那個情況之下 你繼續去尋求一個高一點理想的時候 你也會超然一點 也會開心一點 也沒有那麼多顧慮 但是現在有很多時候 我覺得我們就是 在一個基本層次的事情 就不做 還未開到飯 就經常打算去找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那你就倒轉了這件事 令到自己有很多不開心出現 如果是這樣 我想暫時Thomas分享 去到他對於堅持不放棄這件事 的時間就去到那麼多 我們今天就有位嘉賓阿力 其實他事業上面 剛才跟他聊天 都幾多轉接下的 或者我們先聽聽他一個簡單的 他自己的自助介紹 你好 各位 我叫阿力 其實本身現在是一位城市規劃師 我現在就在香港 某大地產商裡面 任職的項目經理 其實過程之中 其實我在99年 在澳洲讀完這個 MASTER回香港 那時候我讀我自己本科 我的本科是Urban Planning MASTER是讀這個Urban Design 其實是甚麼來的 其實就是等於城市規劃 即是 即是甚麼呢 很多人認為是Dream City 那個Sim City玩法 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就沒有 當然這些是你做特首的 就是可以這樣做 特首就是想不想這樣玩 但當我們做的 就是要考慮很多 政策上 加上你自己的設計上 概念 想法 去逐步逐步實現出來 一個計劃 可否來實質地說 譬如我給你一個太古城 重新規劃 你想想哪裏擺噴水池 是 其中一番 哪裏擺clubhouse 哪裏擺shopping mall 是否就是規劃 這些是屬於微型 即是低層次 不是低層次 即是低層次 即是低層次 低層次 就是整個香港 即是整個香港 即是維多利亞公園 應該放在印度 甚至乎國家政策 即是國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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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例如十一五、十二五規劃 這裏的規劃 即是由美國到美國 都有 即是會有這樣的做法 當然老師也教了 你做特首 做president 你就可以做一些美國的工作 但當然我們出來做事的時候 當然不是這些 只不過是 出來做事的時候 是幫一些新界的貨櫃場去申請 由農地變成可以擺貨櫃 那些都是一種規劃的一種 是 即是為何要由農地變成擺貨櫃 為何要給你 社會資源更加好運用 對 類似的事情 為何能平衡環保 社會需要 交通需要 經濟發展 即是這類型的事情 這也是很專門的一件事 你九九年不育回來香港 當日 九七回歸 阿董建華也打算滿康熱城 搞很多基建的事情 應該前途不錯 是的 但我入學的時候 是九四年 真是前途和我兩體上來很相似 但到九七年 大家都知道董先生上來之後 發生了甚麼事 即是樓市泡沫 基建停了 沒有扭起 樓市大跌 其實這行就是不反之我們 對不起 可能是很久的歷史 當日董先生說八萬五 應該有很多樓市 何時他其實實質上 停建了那些基建 我都不記得 你有沒有說過 他其實一直說 到他 九九零零年上 兩三年爆煲之後 他就說 已經不存在了 其實很久已經沒有了 他停了 只不過是不可能那些水尾 還有可能我一行 成績規劃 是站在最前的 即是他可能他起的時候 已經做完事了 他說要在規劃那階段 我們才會做 可能到我 不如那時候 做了少少可能 按照的事情 會有做 後來 這些經驗停止 規劃都不會有 其實你讀完那時候 有沒有說 有甚麼抱負 或者要做到甚麼 當然有一個抱負 就是希望做回這行 能夠將一些 你覺得想到 將來發生的事情 可以承認出來 又可以賺到錢 又可以 因為當年我自己都 報讀這科的時候 打開報紙 看看這行 香港是怎樣的 我們在1994年看了報紙 香港規劃處 請一個城市規劃師 五萬至八萬 哇 挺好的 即是有樓工 是的 雖然那時候 五萬八萬 其實應該是不錯的數字 但是我想 那時候我都是三至五年經驗 我沒有經驗 有五萬 沒有經驗 也有兩三萬 原來 我本來發現回來香港 不是這件事 又說實際一點 你回來香港 你找工作的過程是怎樣 你第一份工作是做甚麼 或者找了多久 第一份工作 其實我找到 找了大概三四個月 其實不是本行 在一間電訊公司 在這裏做一個應用者 即是聽電話 其實那時候我找工作 因為那時候我知道 如果這行就有困難 那時候我兩線找 一線就是希望找回這一行 我知道需要時間 另外一條路 我想想想 即時找一份工作先 即是勝出香港地 你肯做 沒理由沒工作 結果就比較不想找到那份 就先做 通常都是這樣 我找工作是兩邊寫信 這一行的 我就寫信去找 那一行 你寫信去哪些地方 首先 那時候政府不請人 那時候已經凍結了 那七年之後 然後 主要是報紙沒有請人 我也是自戰 拿開上學會的網址 有哪一間計劃討論 政府自戰信去 總之每個月就寫一次 沒有消息 後來就寫過 挺好 那態度挺好 結果也不是挺好 好像人們說 保安經紀也是 沒有生意 就寫一下 寫一下自戰信 你怎知道可能真的撞到 你不試一定沒有機會 但最終真的沒有機會 最終有得見一下 他也肯見一下 他說你的故事給他聽 我這樣說 我的想法 他也覺得挺好 非常好 然後有一部份 很老實說 其實我們現在 都很困難 都沒有什麼 project做 如果我們有的話 我們會叫你 那時候你的同學 你和你一起讀 Urban城市規劃 因為我在外國 我在外國 在紐山澳洲畢業 那很多同學 都不是在外國同學 但你也有同行 就算不是同學生大學畢業 都是那個時候出來的 他們都是找不到的 都是找不到的 但是你硬見你 有一個半個找到的 因為可能自戰起上 都有一些 可能真的不夠十年 不夠人好 可能有些 有些英國名牌大學 或者去到美國名牌大學 解釋上來 可能外澳洲 就可能虧了一點 還有 有很多原因 我想都可能是 其他的 見工的事情 真的很難說 最終你回去做什麼工 有什麼廣告 在電訊公司裏面 做聽電話 直接說 那份工其實就是 主要我是幫 一些 通宵的時候 公司接了一些 另外一些公司 通宵聽電話 例如有些機構 其實打電話過去 他三個東西都有人聽 但他不是公司 他只不過先彈到我們這裏 我幫他聽 拿下他的訊息 然後第二天發訊給他 有個客人找你 我可以舉個例子 當我是某大快餐乘的 大X 理論上 就有24小時的顧客 不過 其實可能日間的時候 他在公司 有自己的員工 處理的投訴 但晚上 可能真的不清楚 有一個人 他喜歡半夜三點鐘 打電話去投訴 打電話去投訴 根本公司沒有人 他就彈了電話 你就假裝公司 然後我們主要都是 我們會將KCF 追到相關部門 其實我當時有十多間 我們是假裝聽這些 做了這份工作 差不多六七個月 工作時間是怎樣的 由晚上11點到早上7點半 即是通宵間 通宵間 沒有電話 但你不能睡覺了 晚上睡覺了 電話一旦醒來 你聽的聲音 突然被人 露出螢幕 叫你睡覺了 這樣 會有問題 所以你要 要注意 但你那時候 剛才聽到是 老師畢業 然後 就去了 通宵中 其實 學歷的通宵中 其實是 通宵了 有很多 其他很多 同事 都有一些 背後說 這個 是甚麼師傅 聽 跟我們 做飯吃 當時 其實這是很好的經驗 如何 在公司上 去處理這些 閒言閒語 當然 我自己也處理得不好 和母分的同事 有同事關係也很好 現在作為朋友 有同事 我自己也有不屑的蟹道 我自己也不對 但現在學識了 原來 無必要得罪人 那時候 那時候得罪得起 我這樣說 今時今日也很有用 在職場上來這樣說 但會不會有比較 可能和 你和其畢業的同學 可能你剛才說 有些已經找到工作 你自己心態上 會不會 這樣不行 好像覺得自己很差 或者自己很不上進 其實都有 因為 如果我們這行 大家都明白 但如果有些同學 可能讀IT 他們一畢業出來 已經 基本上是等人請 有個介紹 介紹 那個人都有 介紹那個人都有獎金 那時候 差不多是 網絡 是 那時候 如果有一個朋友 做一個IT公司 他介紹進去 你做滿三個月 那個人都有獎金 那是這樣的境界 有些朋友說 做滿三個月 叫你吵架 不要走 公司又加了人工 那時候 他在IT 做了一陣子 也有萬多二萬元 他自己有研究 我看了我的質問 我讀錯行 我經常想想 究竟是行錯路 當年 那個人工 去call center 大約多少錢 他又加上那些Laren 有八千多元 那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現在經常說 我要search for my dream 我要做 隨心做 做一些喜歡做的事 那你不喜歡 那為什麼要去做呢 其實都是這樣的 當然是這麼說 我媽媽也說過 這麼辛苦 兒子無謂做 家人不是讓你開飯 但我自己心裡想 就是 怎樣也要有份工 第一 我就不想 其他人這麼大 不是在家裡拿錢 第二 就是始終拿著 拿著 那份工 感覺是實在一點的 即是你會覺得 我要上班了 我要下班了 還有你個人會是職業一點 還有你去見工 去找每一份工 都會有信心大很多 你躲在家裡 結果最後 會是不想見人 我知道 即是很害怕跟人說話 即是現在我們說的 電車南亞一閘 是的 即是你去見工 我這樣說 我會坐廳電話 經常跟別人聊天 經常跟別人說 有些人來化爛爛 你會學到怎樣處理 你去見工的時候 可能被人串一下 你都會 孤單 也不是未見過 因為我都知道 有些人去見工 會吵架 當然是真的 那些僱主 我都見過那些工 是真的走來串你 他們不是想 先見一下你什麼 先 根本不是請你 就串一下你 玩一下你 我都平常心 孤單了 我相信如果沒有這樣的經歷 你可能 我心想 我為何被你串 就聘請我 可能有時 終歸可能你的機會 會錯失了 我想問你 那你向call center 做了多久 做了半年左右 那跟著呢 跟著 可以說是幸運還是不幸運 專門之間 找了一間 真是自己本行的 consultant firm 即是planning consultant firm 就跟了一位老前輩 他跟我說了 他那裡很辛苦 什麼都可以一腳踢 你又要 正常畫的又是你 寫的又是你 影音又是你 scan的又是你 駕駛的又是你 駕駛的又是你 我都沒問題 他都說可能 我們這些生意 都不能穩定人工 都未必這麼準確 給你們 都不要緊 他見到我 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 預神殺神 這樣的氣勢 就請了我 你那份工怎麼找回來 那份工其實都是報紙請的 那份工其實都是報紙請的 我也是登報紙 是的 那份報紙的數字 只有這麼多人 他說 都挺有緣 這麼小的 你也看到 他也有緣 加上我這麼想做這一行 他就給了幾個機會 我做 大概維持了四五個月 因為又是生意問題 其實這間公司幾大 多少人 兩天後的日子 即是你和他老闆 即是一間 即是一間 廣告公司 是的 他主要都是幫一些 新界的鄉市 去做一些申請 由農地 可能是綠化地 去申請做一個拖架場 或者停車場 這樣的項目 其實這樣也是成績科學 是成績科學 OK 你還有一個 據我所知 你那時候 是否經常的薪期 都好像… 是的 都出不了薪 到最後 現在都還沒拿回 是嗎 即是你隔壁 那時候的薪期還未出完 還未出完 還未出完 那你有沒有怨恨呢 覺得你老闆很壞 其實沒有的 因為我知道 如果他有錢不給我 他就不對 那時候 我都知道 他做了一宗 那些申請 有幾日前 都是幾千元 他自己都在忙 他跟我說 他都做不做就行了 我退休了 不過見到你想學習 我接些回來 大家去找些 你就做吧 即是拿一下經驗 是的 他説如果不是你 他都不做 我想這也是挺有趣的經驗 畢業之後 第一份就是call center 第二份就是 沒有什麼量出的 One man band 加上你就兩 Two man band 的time planning firm 是的 這個經歷 又如何引致你下一個經歷呢 我想我們先休息一休息 回來再跟阿力分享 歡迎大家再回來 我們上流攻略2 今集我們的嘉賓 阿力剛剛說了他 如何在澳洲 讀完Master in Urban Planning 回來 三個月失業之後 首先去了call center 聽電話 然後 就跟了一位師傅 沒有量出 就組織了一間兩人的Urban planning company 不過做完幾個月之後 大部分時間都沒有量出 你從這份工學到少許經驗 跟著下一份工又如何 下一份工就剛剛 香港政府区學處 可以請回一些 contract的assistant 那時候 那是哪一個年份 是2000年尾 2001年 就是科網熱潮 有個我們叫小小的反彈 有個熱潮 那就是好一點 好一點了 開始就好一點了 去見政府這份 区學處的工作 當年來說就是dream work 對我們這些訓練 因為政府訓練 挺好的 是的 也可能是很難的原因 因為我那時候的對手 全部都是fast grad 我有幾個月的經驗 結果就打贏 我不敢說打贏 可能是趁少少了 就讓我入島去政府 當時就以為 好 政府這些 怎麼會炒人 contract 逐一下就變成精 一輩子都無憂 不要無憂 至少是平穩穩 是的 那時候還有長能 是的 開始做了差不多一年 第二年續了之後 到02年尾 可能經濟開始有些下滑了 當年的財政支掌 梁先生 梁林松生 就說要刮人 政府要省錢 什麼減1.8% 1% 1% 政府要減1%的開支 當年我在匡客處的額頭 跟我說阿力 都沒辦法了 要交人 當然要先交你 你剛合約完了 不跟你做最簡單 他說你真的很幫忙 然後我告訴他 我說我明白了 我知道 我自己懂得做 因為我拆開廣 我聽了一些做銀行的朋友說 當高層說客人要刮人 第一個當然要想 捉一個T-Lady來 或者一個辦公室訊息 當然是說會先剪掉你 我也叫形式上交了那個人 所以就拆開廣 剪掉你之後 你會不會覺得 突然間 想著有一個很好的希望 其實那個時候 有失望 但是沒有 初初回來 進不了行 那麼失望 因為只想想 我也做了兩年的這項 我們因為有一個 考牌制度 那時候也夠兩年 可以去考規格師牌 那時候又有經驗 又有牌 最多大不了 就出去做 調查公司 都找到食者 慢慢上班 就心態這麼想 就開始找工作 很不幸 那時候大家都知道 2003年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沙士 沙士不要說見工 街上也不敢出 大家 結果 越穩越失望 找了三四個月 開始 算了 又走回路本航那條路 什麼都找了 用回這些招 結果 被我找到一間 叫貨櫃碼頭 裏面做有請春衣 他的要求 沒有什麼要求 只要做MASSA 做了兩年 這樣就對了 可能適逢其會 那時候 就說董先生要搞物流 那我心想 咦 難道我是天然 要我轉到物流 那我進去做 這樣 做了差不多 也有半年時間 所以說完 碼頭春衣 是做什麼的 碼頭春衣 就是裡面 什麼都做 波貴碼頭春衣 是科技碼頭春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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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我們有幾個春衣 都是MASSA 我聽過你的經歷 很多人 以前是在BANG 做到中中頂層 做了幾多年 又是有些好像馬斯特地走 試一下 因為那時候是SARS 我分部門不同 有些人就說 聽一下MUNIS 你英文好 聽完就寫得好些 因為他們碼頭 大碼頭 可能都是 不是那麼學生的 我都做過寫MUNIS 那我就負責 最厲害的 最前線那個 就去負責 聽那些等船打電話 到了 那你半個小時 還來 拿東西櫃 我最前線學學了 這些同事很羨慕 你真的做了碼頭的事 我還在這裏 我還在這裏 還在這裏 都不知道發生 起碼你都知道 起碼這行做了甚麼 我說 最前線的 最前線的等船佬 貨櫃車佬 我聽過他的術語 我都知道怎麼跟他講 主要是做這件事 其實都是 又要通宵 同樣的 六點鐘回家 怎麼放過 差不多一天 都是11點 為甚麼 日間沒有工作 有 因為你是訓練 你早五晚都要知道發生甚麼事 有時會回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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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讓你知道 早上會發生甚麼事 但回早晚的多 甚麼都有些 差不多 晚都比較多 那不是全部晚上 不是全部晚上 因為他說目的是想我學一下 可以見多一些情況 簡單來說 基本上是因為24小時 所以就要輪間 是輪間 我當然是一起去輪間 那你做了多久 那段時間做了大概五六個月左右 之後自己發覺 好像真的有些想想 我不是很喜歡這行 都是那團火眉色 死生不息 都想要回這行 想了這麼多年 那我很幸運 老實說 晚上沒有都是做的 晚上我便開始上網 即是上班的時候 上班的時候 當然不是看不正經的網 當然是找工作網 Facebook那時還沒有 沒有去玩 沒有去玩 看報紙 看不到那麼久 唯有找工作 然後就上網看 那時候我知道 我已經覺得香港很難找一些行 試一下 因為那時候剛剛大陸 地產經濟起飛 然後找一些大陸的工 然後上網 是咦 有一間聘請 那時候已經不用寫信了 按了就是發了一副紀錄 過去了 那真的有反應 那大陸的計劃公司 真的打電話 叫他去見工 那我就上去見一下 膽操操 其實我想問你 那份工作 其實是在香港網 還是在國內網 國內網 其實他是不是 港民說 請香港人 不是 他沒有說 可能他心裡 都是請國內人 他從來沒有想過 會請到香港人 即是他從來沒有想過 有個香港人去 apply這份工作網 他會看你 apply這份工作網 就想試一下 你當日怎麼會找到 因為正常的 我們想想 當日當然是 我們去找米埔 找香港人 time planning firm 為何會找一份 你上網 找一份國內工 有國內網 找公網站 即是你當時 其實一想 已經有想到 不如試一下 是的 我已經開始想想 香港 即是沒有所謂 試一下看看 而且看過香港的環境 好像也有限 始終國內發展 剛剛開始的 是一個機會 膽操操試一下 那是一個 國內找公網站 我上去見 見了公公之後 港人理由 是一間比較小的公司 老闆跟我說 其實我也未必 請得起你 但是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就在深圳市 一間很具知名的設計院 即是國營單位 他說認識的 他就介紹我去見一下 我說去吧 因為那類型的國營設計單位 我也很有興趣 然後他見完之後 我又用回我的大無謂 勇往直前 甚麼都肯制 又很崇拜國內強國的名牌 又很仰慕你們的設計院 說吧 其實是真的 當時來說 那間深圳市設計院 也不怕說 那名字 是國內的名牌 做國內設計的名牌 因為他背景是有國企背景的 但他是一種民營的企業 變成有兩頂帽子 那是一間很大的公司 是這行的龍頭 其實我錢也不介意 因為可以見到 學到很多東西 還有我深信 這份經驗 將來在香港是沒有人會有的 其實你在貨櫃碼頭 跟大陸 他人工很直接說 那麼方便透露 其實差不多 差不多 都是萬松 都是萬松 但是 香港你說萬松的 我可以住家裡 吃家裡 洗家裡 交通費又便宜 但是國內的 我自己租屋住 又有生活費 還有 國內是稅前的 還有當年 既然糟糕 是0.6 不是現在的人民幣 你不想成大了 是成小了 是除1.06 是的 是除1.06 現在拿人民幣 是除1.8 是的 那個差不多有2-30%的差別 我想除了錢 會不會 其實在心裏面 大家也會想想 我想 或多或少都覺得 上國內當然會辛苦些 是 鄉別井 是的 那時候朋友問過 哇 你這麼勇敢 走上去大陸 你不怕 被人打結綁架 當然還有很多人 是想不到心態 不得大陸恐怖 我心想 對 你多些人不想 就沒有人跟我上去爭 我走私一步 始終我也是這樣 我知道自己的想法 也是這樣想 香港已經是比較小型的市場 始終是上面好 最終請了你 其實是這麼說 最終請了我 今時今日 我年紀又大了些 我單本也有十年前的事 如果今時今日 我沒有那麼膽 逐點說 我沒有那麼膽 當年適合畢業的人 正所謂 死就死吧 試一試 我真的 團伙想做的一行 真的很大勇氣 如果我解釋一下 少數文 對於今天 畢業的八十 或者現在適合畢業做事 可能適合九十後 或者適合八十後 剛出來做事 你要贊不贊成 現在很多人都說 不要理那麼多 上上海 上深圳 上大連 你贊不贊成 其實如果北京上海 那些 你有得去 你已經很聰明 都沒不到你去 現在大連 都還有機會 那你會不會鼓勵他去 當然鼓勵 北京上海 要去反應 要你去北京上海 不是要你去 德西華大開發 北京上海是很好的環境 趨子又沒有想去 但可能是太好的環境 所以可能西部大開發 所以你說西部大開發 才多學 那些地方可能 北京上海 城市規格發展 也很成熟 而且你想想 如果北京上海 建的全部都是甲級的東西 貴的東西 裝修那些 全部都建的 美酒店 六星級的那些 是大項目 基本上你適合畢業 如果你有份上去的話 你已經是尖子 是 一定有很多東西 是 那可不可以說 你終於接受了提供去做 可不可以說一下 深圳的生活 生活上來說 初初都有些不習慣 因為大家不要想 即使當年 即是2005年代 即是深圳有多大的企業 它的辦公室 你千萬不要想香港的IFC 你想想在工廠大廈 是70、80年代工廠大廈的環境 那不是很惡劣 只不過是桌面有蟑螂行動 地下行動 不小心地有床 在辦公室上 千萬不要覺得奇怪 那裡和國家經常廁所沒有水 就是要驗嚇一跳 沒有水會發生什麼情況 大家都想到很可怕 還有 那你長住在深圳 因為那時的 потреб度很大 不可能每日回香港 一來的車費我無法努力 另外時間上其實我打算住宿舍 每天在OT就跟他鬥 你要做就做 我心想當時我做多一個項目 我就不是簽罪 我就多一個項目 我就告訴你我做過這些項目 我都分身跟他做 即是你住在那邊宿舍 是的 最初是住宿舍的 但住了一晚之後 發現為什麼耳朵是爛了 頭髮開始很癢 一晚而已 第二天就發覺一晚 我開始說不妥了 可能有膝咬 然後澳闆說不是 我的同事睡都沒事 對 你真的特別珍貴 他就說算了 當年房價也很便宜 我一千多元出來租了一間 比較近關口的 那些叫batchelor room 那些房間 一個人住 就開始覺得環境有些改善 起碼你感覺很近香港 你隨時隨時說一句 我馬上有什麼事 晚上每天衝過關 回香港純水不去意願就可以了 我只想過一些事情 有SARS都想過 而且那裡很幸運 收到香港的訊號 當年還在香港台 收到香港訊號 變成好像跟香港沒有隔膜 即是看到香港電視 聽到相機 可以 電視一定可以 電話都可以收到 變成你打電話給我 我不用賣來收到 這就是僅關於那個優勢 感覺上好像 都不是住在深圳 我社交生活在香港 你打電話給我 但不料我馬上衝來 當然不會這樣做 感覺上自己 都不是回到大陸 都在香港做事 有些安慰 還有晚上打電話 回家也會節省 還有家人打電話 也會比較方便 即是現在已經順利了 算不算是順利了 已經算順利了 因為我真的進了這行 還是在香港的同學面前 當然不要告訴政經事成功 就讓人知道我在國內最頂級的設計院裏做 基本上實際上學到東西 人工也有 人工也沒有 不是不出糧給你 還有 都結合了自信 不要覺得有些人 為什麼人家做這行 我心想 我都不玩這個遊戲 我玩了一個更大的遊戲 我心裡覺得 事實上這個遊戲 我在國內玩的遊戲 比香港人更大 大家想到 我所接觸的項目 規模 再不是新界的貨櫃場去申請 而是整個城市的總體規劃發展 一個區域性的周邊發展 都有份參與 以及曾經有很多項目 是我作為主創的 我可以這麼說是項目的 即是你到處走路 在大陸 他接觸全項目 當然是接觸這些 比較三線的城市 例如呢 連雲港 可能大家未聽過 還有宿遷 也未聽過 宿遷是未去過 沒有聽過 石油的城市 其中一個城市是芝博 芝波 芝波 那是能源的城市 類似這類城市 即是那些是有錢 做完很多重工業和污染城市之後 他們想搞好城市 就開始請國內有規模的設計園 去搞規劃 因為其實說了一點 就是國內的城市發展就是這樣 最初你城市沒有錢的時候 甚麼工業煤、污髒的 都引入了 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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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的 自然就想覺得這些不好 我們要考慮一些好的東西 便會請回這些 國內甲級設計園 做一個好的規劃 如何重新整整整個城市 那繼續向前走 那你在深圳這間公司 這間設計園做了多久 我做了兩年左右 他們的公司開始搞大了 就去上海一間分公司 這不是好嗎 上海好像更高層次 是的 進軍上海 就去跟一些外國的大職樓 大設計師去搶生意 搶一些上海貴的項目 那有沒有人工價 才會直接說 我常常說很直接 上海之後 上海之後升職 由規劃師變成資深規劃師 但人工是減少了 為何要減少你 因為他說 那時候 不是叫阿力 我們剛剛成立的 我們暫時沒有什麼大項目 搶到沒有錢 但將來我們很有信心 一定找到這些項目 之後 不是這個數目 你先收住這個 即是減薪 是減薪 那你那時候又肯去 很多人想想 減了多少 即是不做了 那個數目 有萬位數 變成千位數 即是減了四成 三四成也有 是的 但那時候我自己想 我也想 真正的戰場 應該是在上海 我又先走一步 加上那間 正所謂新公司 新成立部門 你未坐亂 你先走進去 你以後有勞勢 我不是聽老闆哄我說 將來有些人說得很大 但我自己心想 錢也不是問題 都說 萬多 和幾千 其實這樣說 都是一份生活 不會有享受 最重要是節省一點 但你學到 看到東西 都會不同了 會是 然後你在上海 做了多久 做了半年左右 怎麼那麼快 走呢 那時候已經是2006年 大家都知道董先生 在2005年下台 下台之後就開始經濟 腳痛是2005年 2005年 我忘記了 因為很多時候 我開始工作時 有些同事說 你不回來 我講完講師講一句 董先生和我又回來 我打算不會 我打算做到兩屆 我打算做到兩屆 我打算回來 我打算做了一半 我打算真的 原來經濟開始好了 開始想一下 人家 都會覺得 會辛苦 都是想舒服的 而且都想賺多些錢 錢少了 這個很適合 當然開始試試找工作 寄一些信息 在香港找 真的有回音 因為當年很多香港的公司 上海都有職樓 所有分公司都見過我的 給了提供給我的 人工是可以是 我那時候人工有一倍的 其實也不太多 都是不到兩萬 但已經是回了一倍的 見到我 跟我談到 請你 你何時回香港 我說回香港 他就給了提供給我 當年 應該是2006年中 在半個提供 開手的情況之下 加上香港經濟又好轉 其實也上回去了 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之後 最終我都沒有做這間公司 回到香港 我就去了另一間 找到另一份工 不到一個月左右 找到另一份工 我就回到另一間 香港的顧問公司 即是顧問公司 在那裡上班 即是都是做 urban design urban planning 那裡有比較大規模 那裡有做了多久呢 那裡有做了幾年 大概 那裡做了一年 那麼如何走 因為做了一段時間 其實相當中 那一年內 辛苦是辛苦 但是你會覺得值得點 因為工資是合理 他想給我合理工資 但時間比較長 但我都知道 曾經發生過 金融海嘯 沙士那些 一月 現在你經濟好 顧問公司 consultant firm 你要走 加工資給你 加 但我知道發生 有什麼經濟問題 縮得很快,尤其是外國公司,那是美國公司 坦白說,真的沒有講人情 總之你用得著你的,加多少留給你 所以我知道這些工是不可以做長的 我深思思就開始找報紙看看 目標就是進軍這些地產商 我覺得這些才是大碼頭 依附權勢 我正說是大樹很遮蔭 那些風浪沒有那麼容易倒閉 開始就去找,很順利地找到一份香港的大地產商 人工也有一個很明顯的增長給我 進去做到現在 你現在轉眼睛在這間地產商做了多少年 做了差不多五年 你覺得這五年你自己經歷 有什麼好處呢? 你想想多人間地產商為什麼要請你呢? 我想兩件事 第一就是我可能國內經驗 看到它這麼久 現在的地產商都是香港很大的地產商 想進軍國內的市場 也想大量支援賣馬 我相信也是一個優勢 另外一件事 可能是我自己本身的背景 講的故事出來比較觸碰 那種黑虎內勞 什麼都肯制 什麼都耕捱 講到自己怎樣都可以 這件事很觸碰到老闆覺得 請這些人吧 什麼都可以 又不會跟你扭解交交陣 因為他都知道 其實我們這些公司進去 都很少會解僱你出來 所以他請了一個都會比較謹慎 不想請了一個 按鈕鼻 又什麼都不肯制 他都很惡搞 我想兩方面 是我的背景 或者性格 就是我的人品 人品和能力兩樣 他們就請了我 這些都是華資公司比較著重的東西 除了他的能力 他會看你那個人本身的質素 會不會我們叫做煞煞滾 是的 還有那些也是 可能你說市往的時候 他又未必真的加了很多給你 但是你說市 大吉利市的時候 他又通常都絕少會解僱人 是的 絕少會解僱人 當我老闆都跟我說 他請人他三個條件 第一 就要老實 第二 就要聽話 第三 是勤力 就是完全不用責懷 他這樣說 當然這樣說 就是最喜歡你老實 他最怕你們的鼓掌 可能我的經歷 或者我的表達能力 或者我的說話 我的樣子 騙到客人 這也是很重的原因 說到現在 你對現在的工作 你滿意嗎 覺得你過去的 可能之前 又從電話中心 要做沒有工資的兩人公司 然後回大陸 周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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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間到你 其實當中是經歷多少年 你才能找到這間麻資地產商 如果你數油 你不如數油 數到八、九年左右 八至九年左右 才能找到安穩 對 才能找到銀行 每個月 那些儲得到錢 就是這樣上 你會儲得到錢 而你會覺得 不穩定 可以做一些長遠計劃 例如 置業 付首期 之前那些工 一來我沒有儲得到首期 二來 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老 怎麼買樓 即銀行都不會給你 儲得你 他給我也不夠膽 那你現在已經上車了 在幾年前已經上車了 因為感覺也不怕 應該是功能到的 因為你不是某人 坦白說 你有首期也不敢來 明天沒有工作 怎麼搞 現在你回望 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我聽你的故事 又是覺得 又是覺得是蘋果教主的故事 當你做call center 又說入政府 跟著有貨櫃碼頭 跟著回大陸 跟著回到香港 時計劃公司 其實一直你都沒有想過 是會入回一間華資的大地產商 這樣 這個華資的大地產商 是我讀書的時候 都想入 但我知道 是沒有那麼容易入 很少要請一個 但你頭頭都入不到 不過你轉了這麼大的彎 最終你覺得 那麼多點點滴滴的經歷 其實我覺得 其實是一步步 可能當中有些波折 如果當日你沒有入政府規劃 沒有之前那個 沒有糧出的幾個月經歷 或者國內的經驗 華資的大地產商 就算是想請人 他又會想想看你的 CV 雖然是否老實 你也是否真的做過這方面 是的 你又實在在在 在國內深圳做過那麼久 又去出過警察 又去過上海做過那麼久 其實這些點點累積 才是形成你今天 最終的華資地大地產商 肯請你 都可以這樣說 好像早前有電視劇說 每一個人不同的決定 每一步都會定義不同的結局 你只要逐步逐步想下去 由我第一份工作 如果可能我沒有做 這個哲信公司的 亦都可能找不到我的師傅 亦都不會覺得 這麼刻苦樂樂的機會給我 我沒有那份沒有流出的工作 亦都沒有那個經驗 贏不了那些訓練員 入到香港政府 沒有香港政府的工作 那麼國內的設計院 亦都看不起你 他真的看到 哇 香港政府做過 即是會看回這件事 讓你做 回到香港 如果我沒有那麼久的經驗 亦都香港的商工商 亦都不會聘請我 那如果我 怎樣你都排下去 那你去到那個位 你才有機會 去回這個時機 即是一步一步 你一看一看 你不可能這一步 到這一步 中間真的有很多很多步 或者我可能你不是這樣走 你會去了那裏 那這個真是 你只要叫 就是邊走邊打下去 就是那個堅持 對 堅持 這樣打下去 這樣 到今時今日 這樣說 亦都不是一個 很富貴 不過只不過叫做 風衣竹石 安穩穩的 正確地說 我從小到大都不是那些 尖子 讀書很厲害 家庭又不會有家底 家庭又不會有很多關係 幫你鋪路 甚麼都沒有 即是以前 即是說回提侯話 很多同學畢業的時候 有些小叔伯 照著哪一間公司做 我不知幾羨慕 為甚麼我沒有 那些叔叔 介紹我哪一間公司 看著我 那麽扯述相 到今時今日 所有工藥 我都是靠自己去找回來的 那麽 那麽我想 今天我們時間 其實都算是差不多 不過我看阿力的故事 就是 其實就是反映今天 很多年青人 或者很多人都覺得 今天我沒有甚麼機會 但是想想 今天怎麼差 都未必比當日沙士 是的 不過你說 是否第一步 找到你最理想的工作 你最想做的事 可能又未必 但是你始終堅持不放棄 我聽來我覺得 最有sense的point 就是第一份去聽電話 一個call center 我很直接想 現在很多人都會 那麽坦白說 你如果不做事 家裏給三兩千元 你其實都能生活得到 你不用上班 那為甚麼就是做call center 那到深圳 當日大家對國內的工作 還比較抗拒 還有人工低 可能後來又減了人工 但是 原來這些點滴累積的辛苦 就是不計較的堅持 就是成就了今天 雖然不是一件很偉大的事 但是都是一件封衣足食 安穩的工作 那今天時間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其實我自有少少感想 聽回來 聽了阿力 其實我聽到他是由始至終沒有放棄過 他想入回這一行的務 儘管他當中 可能是偏向了 去聽電話 去貨櫃碼頭 全是無關的 最後他是堅持一路走下去 最後做到他想做的事 但在堅持當中 亦不是說 為不喜歡的事就不做 是吧 好 我想到今天聊天的時間 就到這裏 拜拜